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8月23日 星期一 星期一 其實我們也要說回昨天 發生在大埔的一宗恐怖車禍 昨天我收到很多網友的影片給我 一架的士 在廣福島 高速衝進行人 這個情況跟大陸 很相似 大陸之前也試過一架車 高速向行人駛 在過路燈的一大量行人 經過的時候衝進來 現在最新的update情況 我們早上錄音的 接近live的 最新的情況是 現在的死者增加了兩個人 今天早上重傷不治的一個63歲姓宋的女人 昨天即時有一個59歲姓鄭的男人 當場死亡 九人傷者 現在 早上 今天早上重傷不治的一個傷者 本身情況危態 今天早上7時多離世 現在車禍至今有兩個死者 四個人仍然留意 包括涉案的迪士司機 這位姓宋的女子 這位姓宋的女子 昨晚就由北區醫院轉到屯門醫院 今天早上7時多離世 就不治了 另外 37歲姓五的孕婦 其實現在的情況很嚴重 這個盤骨骨折 胎 盤是安全 其實也很嚴重 昨天我也看到有人 集氣 希望她大埔攬過 4歲姓劉的男童 現在 在意外中手腳受傷 情況 也危殆 至於死者的 即是說昨天的死者 59歲的那位 她的太太 亦都是 身體多處骨折 要是被車撞發 情況很嚴重 昨天看了一些專家說 這次的士撞過去 其實等於1300磅的力氣的衝擊 這個司機是63歲 姓莫 涉獻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現在說情況穩定 留意 在威爾斯留意 我昨天看了一段影片的時候 也覺得這個司機真的是瘋狂的 究竟是甚麼情況 前面塞車 利用那麼高速撞到人群 你好像是想報復社會一樣 很多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多時候 香港的士司機也有些 都很不負責任 那麼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人禍 另外要說一件事 因為現場有很多市民在 我們看到 救護車好像才來的 警車也好像才來的 但是現場的市民 發揮了香港人 那種互助精神 在這些危機關頭 然後 現場有2030人 一起將的士鬥起 然後 把這個 捲入車底的幾個人 不用被車壓著 這個也是香港人的 那種 團結的精神 今天早上也陸續有市民 現場獻花 悼念意外死者 我們看到 這次 這麽嚴重的意外 這個的士人好像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可能反應不及 他原來沒有穿鞋 到了下車 那時候才是 穿鞋 當然被人吵了 這個人 我們想說 這件事其實香港 一向有很多交通意外 因為可能是車速問題 來到英國 就會發現 其實英國相對 我想交通意外死亡人數 肯定會低於香港很多 比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限速限度很慢 很慢 在倫敦 基本上你街頭限速是20公里 即是20英里 要不然是1.6公里 即是32公里左右 是很慢的 這些速度 正常也不會撞死人 當然你 碰撞 很多時候就撞掉了 那些車 造成嚴重傷亡的機會就變小了 就算上到高速公路 很多人只有30公里 即是48公里 這個 其實相對來說就是慢了下來的 香港這麽快的社會 很多時候 尤其是的士佬 趕著賺食 趕著收工 趕著交更 什麼藉口都有 造成一次意外 你殺了人 你自己良心過不過意得去 是不是 這件事 也是使得人們十分不好 看到這些消息 但是我們這一節想說一個主題 就是 這個 香港01 叫做獨家 獨家出了一個新聞 他 他 就說這個 死者 走去 訪問人家的90歲 母親 我覺得他很無聊 他們那些記者 他出了獨家報導 01 追訪這個 59歲死者鄭姓鄭的一家 原來示範的時候 這對夫婦很隱愛地放假去 買東西 走經廣福道的時候 突然間一輛車衝過來 兩夫妻就陰陽相隔 大家都覺得 很不開心 男死者當場 死亡 他太太五十一歲就受重傷 清醒就在威爾斯留意 一對子女當然也很奔波 他是 大埔街坊 死者的姐姐 拿著遺物就哭了 死者的弟弟就不敢向他的媽媽說 因為他媽媽已經九十幾歲 但是 香港01 報道就是為了搶新聞 追訪到鄭家位於富亨村的單位 鄭老太行動不別 拿著拐掌 他不知道兒子離世 對於記者出現就感到詫異 其實也猜到一定有發生意外 怎麼會有記者來呢 那麼 我認為其實那個 那個 新聞的報道手法是挺不道德的 人家 死了個兒子 你想去告訴他 老太太 你死了個兒子 媳婦 也受重傷在醫院 對於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你想訪問他甚麼呢 我看到 我看到有人在連登說這個 很不道德的新聞 工作者 其實真的很離譜 人家已經是 這麼大的不幸 你有甚麼好追訪呢 這個死者的家庭背景 他媽媽 或是他全家人 有甚麼新聞價值要你去採訪呢 你要去告訴別人 這些事 以往其實我們也很多時候對於 這個傳媒 有些報導我們覺得也很不合理 例如以前 有個 網友告訴我們 其中一個 立場的記者 專門在這個示威 拍手足大頭 他還說我們報導新聞自由 我們報導真相 但是專門拍手足大頭 這些事真的要屁股 你的新聞報導出來 很厲害嗎 全民報 手足大頭 你是不是想害死人 另外我們也十分之不滿 在這個理大油省下來的時候 走去 這個平均日報真的要做直播 你做新聞是不是要有一點 有一點 良知呀 不要說 現在 事情已經過去了 這些事情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正如 這個在早一個月有網友向我們報告 王喜乘搭飛機去英國 他就排在我前面 當時我說 這些事情 盡量不要說了 第一 你可能認錯人了 第二 如果真的是他的話 就等他去英國再說吧 真的過了十多天 王喜就宣佈到了英國 我們就算知道也好 也不應該說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 是不是那個人認錯 又或者他那天可能是送機 第二天他想走的時候 警察已經注意到王喜 假裝警察走來侮辱我們 不行 不讓他走 當時他出境 可能一時間反應不像入境處跟警察 未必直接掛勾 可能入境處就放他一馬 或者也不會 或者也沒有什麼 但是當那件事曝光 就有機會影響到他走不了 當時我們也選擇 不要報了 報出來也沒有什麼好處 等他去英國才算吧 之後也忘記了 他自己 報平安 那就好了 起碼就掉了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果當時我們報王喜 說他排隊就是我們網友前面那個 那會怎樣呢 就好像李永達那樣 大公的支持者 即是藍絲 報寸 當然李永達 他報那一刻李永達已經走了 也不會構成有什麼影響 但是 這個世界始終有一些意外 如果 剛好那班機已經延遲了 又或是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飛機隨時延遲了 之前我們有個朋友 6月初來的時候真的是延遲了 他 假設6月1日 他買了6月1日的班機就告訴他 現在6月1日取消了 要改6月2日 誰知道 6月2日又取消了 怎麼辦 遲兩天走 那你做一些核酸怎麼辦 核酸做不及就重新做過 這個也是小事 萬一 你想走這件事被警察知道了 警察 特意留難你呢 因為我們 收到一些求助就是 他 他 只是被人摘過名字 說 英國是上學 開學 那個關羽問他 你現在9月才開學 你那麼早 不讓他走 這些情況我們不是沒有遇過的 總之一定是 人安全了 我們才說的 如果不安全 我們是一句也不會說的 所以對於香港01這些報導 我們也覺得你們不是新聞工作者來的 新聞 做新聞也要有少少操手 獨家新聞不是這樣做的 這節先說到這裏 拜拜